中國人機會來了 李克強出事 習近平有大麻煩? 中國副總理何立峰訪美 習近平新舉措 拜登政府一個動作 打到北京措手不及 被剝奪養老金 七秦老人饑寒膠逼 含冤離世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8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鍾家衛 提下大家 我們這個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就在影片下方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請收看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官媒10月27日 發布前總理李克強去世的消息 一時間掀起各種猜疑 因為之前從未有李克強患心臟病的消息 而且在接受頂級醫療照護的中共高層來說 李克強68歲就離世 相當出人意料 再加上從去年開始 圍繞中共二十大 李克強一度是中共權鬥的主角之一 所以不少人在社交媒體上質疑這件事不簡單 例如 大家說到底是心臟病還是被暗殺呢? 心臟病那肯定是食藥安排 傻的都知道是什麽的一回事 獨裁者不在乎等等 自媒體人LTC介說 將胡錦濤在眾目攜攜下被拖出去 中共都敢宣稱 胡錦濤是自願離開 李克強突然心臟病去世令人生疑 最近秦剛、李尚福等人出事 日本媒體說 中共元老在北戴河挑戰習近平 系列跡象顯示中共內鬥明顯 因此毅經生質疑 習近平最近嚴防政變 李克強明星較好 可能是政變後取代習近平的最佳人選 不排除李克強因此被清除 獨立時評人蔡神坤發長文說 以中國現有的醫療保健水平 突發心梗完全可以控制 按政國級的醫保待遇 常委身邊時刻都配備專職醫生 和生活秘書和警衛 就算心梗也會馬上口服急救藥物 心梗比腦梗更容易控制 蔡神坤說 現在中國政治氛圍越發詭異 今年新任的五個國務委員 被莫名奇妙地撤掉兩個 討論重大經濟問題的三中全會 遲遲無日期 雖然對高官的監控漏水不露 但高層特別是黨內軍內刺熱的火焰正在洪洪燃燒 李克強撤死會否影響大局穩定呢?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教參謀姚誠 因為黨內惡鬥 不管是在任的還是離任的都仁仁志偽 不想死就只能反 大氣還在後頭 李克強的死信可能不僅在中共高層產生影響 有網民認為 中國最近四十多年 大規模街頭運動 都是領導人去世引發 悼念領導人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當局很難直接阻止 如果不阻止 人群一聚集 就容易發酵 李克強是否自然死亡 這個真相現在已經不那麼重要 他別鬱十年 在百姓看來有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這種形象是激發街頭運動的好人選 這位網民說 不要以為習近平有多強大 習近平上次肆虐 不就是白紙運動後的新年之詞 中國人如果要反抗 現在是最好機會 下面是希望之聲記者黃線 潘長採訪報導 中國外長王毅26日展開3天的訪美行程 日前消息人士稱 習近平的最高經濟政策助手何立峰 也計劃前往美國 會見財政部長耶倫 和商務部長雷蒙多在內的高級政府官員 何立峰可能會在舊金山 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期間 和他的美國同行進行會晤 外界普遍預測 中美元首可能在 11月的APEC峰會期間會晤 王毅這次訪美 預料將為拜集會鋪路 這樣主管經濟的何立峰去美國的意圖是什麼呢? 對此中國民主黨主席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王君濤 在27日接受希望之聲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希望令中國的經濟有一個轉機 他表示 何立峰來又傾經貿合作 為習近平做鋪電 其實何立峰按照APEC會議的這個日程表 他應該在11月11日來 但他今天提前需要談兩天 可能還會再來的話 就說明中國非常重視這次的會議 主要就是通過這個會議 令中國的經濟有一個轉機 王君濤表示 習近平想做老大 也希望經濟變好 實現強國夢 稱霸全球 近期他也去過中國人民銀行 和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工 王君濤說 習近平上來就很希望實現中國夢 是希望中國走向世界 成為世界老大 他只覺得 中國的經濟應該再上一個台階 他想通過一系列推動 令中國變得更強大 比如要將南海變為中國自己的南海 要將台灣收復 王君濤判斷 中共一直認為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等制裁 害怕中國強大 於是習近平開始戰狼外交 但事實證明好失敗 因此要改變戰狼外交 他說 戰狼外交雖然打了4、5年 但是這個結果 導致的就是中國的經濟全面惡化 習近平也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他需要有些外交突破 來緩解內政的壓力 特別是經濟 所以他決定在最近一段時間 要放下身段 令中美的經濟方面還要交往下去 美國商務部在10月18日 發布對中國大陸晶片出口管制條款更新版本 對2022年規則變得更加細緻 和進行升級 該版本進一步收緊了對華晶片出口管制 直輝達、AMD、英特爾等美國晶片巨頭的高性能晶片 都將被禁止向中國大陸市場出售 並增加了預防措施 例如對運往四十多個國家的貨物增加許可要求 以避免轉售給中國 最新限制措施原本有30天緩衝期 在11月16日生效 那天經新聞報導 輝達、NVIDIA 10月24日在依發披露信息的申報資料表示 23日收到華府通知 出口管制新規即日起生效 敢令中國雲廠商、服務器廠商、銷售代理商似鳥不及 新的限制規定 適用於該公司所有超過更新後 處理氣效能上限 以及以資料中心目的所設計或行銷的所有產品 包括A100、H100、L40S 以及先前專為中國市場推出的A800 和H800等降規版AI晶片 都必須事先取得許可 才能出口 輝達的上述晶片 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強的數據中心晶片 專用於自動駕駛、高端製造、 醫療制藥等AI推理或訓練場景 因此 比亞里、字節跳動、騰訊、百度等雲計算廠商 聯想新華三等ICT解決方案商 小鵬在內的汽車廠商廣泛採購 一位輝達中國區代理商負責人對材經表示 在美國升級對華晶片管制後的一個星期內 他以7天24小時的狀態滿負荷工作 出口管制規則一出台 訂單瘋狂湧入 他接到幾個上億元甚至超過10億元的訂單 在輝達H800單卡市場價 飆升到21萬一張的情況下 有大廠第一時間 就向他一次過採購了足夠 超過500台服務器使用的訂單 如今 這些訂單都已經無法完成 謝田教授在26日對希望之聲表示 拜登政府現在準備提前 令這些行政命令即時生效 顯然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晶片的軍事用途 中共還有可能會利用援衝期間 大量採購和搶購 來躲避制裁 這個問題已經非常嚴重 嚴重到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程度 所以拜登政府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也就說明 中美之間在高科技晶片軍事意圖上的一種對立 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加拿大工納學院教授Jonathan New表示 習近平上台之後 我覺得他的最大作用其實令很多美國人 包括這些美國的政客認清了中共的本質 中共就想打壓自由 用所謂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統治全球 我們看到 這個比較高性能的晶片 一旦被中共這樣的獨裁國家使用 包括伊朗 他就會用於軍事領域 等於是對美國西方國家造成一個威脅 因為在獨裁國家他們不太在乎人命 他拼命地想找機會 利用高科技來發動一些戰爭 最近在中東戰爭 以下衝突 也看到了中共的表態 也顯示了它的本質 多位行業人士對財經表示 輝達等美國晶片廠商 並不願意放棄中國市場 理論上最後30天緩衝期 輝達等企業會將所有先進AI晶片產能 和庫存都有先供給給中國市場 鄭田教授表示 從這些商人這些企業角度 基本上可以說 它是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大義 就是為了自己的盈利 所以每次美國政府出台這些 都會受到這些人的抵抗或者抵制 但這次一旦美國 或者是法律 或者是總統行政命令 明確界定了以後 他們反正不敢再與越類似 財經引述權威媒體報導稱 今年8月 包括阿里、騰訊、字節跳動、百度等在內的中國企業 總共訂購了50億美元的A800晶片 預計2023年至2024年交付 如果按照一枚A800晶片 單價10萬元人民幣計算 中國市場對A800晶片的需求量超過5萬枚 輝達是全球最大的GPU 也即同型處理器企業 壟斷了全球AI晶片市場 國際市場研究機構 John Petty Research數據顯示 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 輝達在全球GPU市場佔有率是82% 吉林省延吉市74歲的老人金德進 今年春季在貧病交壁中離世 兩年前他的養老金被社保局取消 自此過著無依無靠 飢寒交壁的生活 金德進是吉林省延吉市 朝鮮族法輪功學員 2001年9月初 他因為在室外懸掛法輪功橫額 並發放法輪功傳單遭到綁架 2002年7月 被非法判刑9年 被關入吉林監獄 遭受酷刑折磨 他的妻子也在壓力下和他離婚 出獄後 他無地方住 無依無靠 至2020年起 他的養老金被停發 2021年6月 他到延吉市社會保險局土工 一個性高的科長 叫他去辦低保 還說這是上邊決定的 實際上 低保少得可憐 連房租都比不起 食和穿就更無著落 今年春天 金德進熬過了最後的一個寒冬 就再也堅持不到 淒然離世 近幾年來 中共針對老年法輪功修煉者 實施嚴厲的經濟迫害 殺要法輪功學員的養老金 並構發他們的養老金 令他們失去生活的基本保障 飢寒交逼 甚至被奪走生命 另外 山東巨野院法輪功學員張靖 也被停了養老金 2月份含冤離世 中年66歲 張靖在2018年 因向外界講明法輪功的好處 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2020年3月 張靖被停發養老金 同年7月 張靖又被終止了醫療保險 張靖住院期間花費的幾萬元住院費 無法報銷 他的家人打電話給市長熱線 反規到退休單位 但無為他解決 最後 張靖含冤離世 這樣的例子在明慧網上還有很多 原北京律師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 賴建平曾經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中共剋扣養老金的行為是非法的 養老金是每個公民擁有的財產權利 這也是他的基本合法財產收入 工資以外的法定福利 基本人權 是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法輪功自1992年在中國傳出後 上億人走入修煉 身心受益 法輪功修煉者 用真善忍原則要求自己 對社會發展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1999年7月 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 不計其數的修煉者被綁架 非法關押和判刑 遭受酷刑折磨 據明慧網統計 近5,000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